到現在為止 陳明文還是沒出現 只敢發聲明 不敢出來面對 真的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我們的國慶哥 在臉書上直接十七問他 你奇怪 帶了這麼多錢 整這麼大意義 你到底帶多少 掉多少 到底真的是300萬嗎 哪一家銀行裡的 你有銀行會往上報嗎 因為300萬是超過這個 上報的金額 對 你面額是多少 是不是2000的 2000的其實一般用 有點不太一樣 對 可以帶這麼多現金出海關嗎 你沒寫誰的 為什麼就可以直接知道 是你陳明文的人 到底怎麼回事 你兒子為什麼可以幫你帶領 國慶哥的兒子也可以幫他領 陳明文你為什麼要撕臉迴避 你到現在為什麼不出現 到今天晚上都還沒出面 這讓我們覺得最奇怪一件事情 甚至會覺得說 這會不會像我們以前 在電影上看過 就是是不是他這麼久沒出面 是不是要找一個長得很像的 就跟他來 你在講電影情節 對 用個狸貓換代詞 因為就讓我們聯想到 2010年的時候發生這個最有名的案子 就是陳志忠 被法院認證是嫖客的這個案子 當時他不是被人家周刊拍到 結果拍到之後 他馬上找了他一個朋友 就是這位林先生 他就說我側子是借他 其實你們拍到的是他不是我 真的 到後來結果那些被陳志忠 告的媒體全部都無罪 反而是認證了 他是法院認證的召集先生 所以就讓我們覺得 這事件會不會瞎到 跟陳志忠的事件一樣瞎呢 但這件事情至少 瞎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瞎到蔡英文總統 我們的辣台妹 連習近平習大大都敢嗆人 他今天被記者 問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居然不知所說 要回頭去看徐國勇 這個回答好奇怪 人家是問你這個錢 是不是有涉及貪污什麼東西 那你去打申報的問題廢話 我們當然也知道他沒帶出去 而且我跟你講 就算沒帶出去 一樣有申報的問題 因為如果他一次 領三百萬的話 他有沒有跟金管會申報 對不對 這也是問題 所以蔡英文為什麼不敢回答 我也覺得滿奇怪 然後我們的陳明文 就一直都不肯出來 然後只會 又透過國會辦公室發聲明 你知道嗎 其實之前他兒子發的聲明 現在他自己要發聲明 然後他聲明最重要的就是三點 嚴正警告此等行為 侵害名譽自己 並於違請律師提起告訴 以送指棒 就是意思翻成白話就是說 誰敢再講話我就告他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筆現金均至銀行 分次提領經流政策 就任何違反洗錢防治法 或相關規定 也非有些人故意隱涉政治現金 抱歉 你分次提領每筆不超過五十萬 那可你把它湊成三百萬 就有可能違反洗錢防治法 本來就是 因為你為什麼要這樣提領 為什麼分次 就要規避些什麼 你溫心無愧 你一次三百萬提出來就好 為什麼要分次 其實這已經有嫌疑了 我必須這樣講 然後呢 現金用圖系陳明委員 夫婦支柱其妖兒創業 遇於國內購買相關機械設備 餘款再乘入銀行兌惠換出 然後並會依照稅務法令辦理 所有用途絕對症當病 課遵相關法令規定 然後說這是我的家務事 缺招無限帳光政治鬥爭 令人生物透絕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如果是要買國內相關機械 你可以匯款到人家帳戶 不是結了 根本不要那麼危險 你也可以開支票給他 為什麼要用高鐵 去載了三百萬出來 而且還要先把錢提出來之後 我講得比較難聽一點 而且還要分次提領 是 分次提領 提出來之後再搭個高點 然後再想辦法再去把它換回外幣 你不是脫褲子放屁 你不會直接到銀行把它換成外幣 直接換外幣也是可以的 對啊 你為什麼一定要這樣 從一個銀行引出來 再到另外一個銀行 就把它換成外幣 你們腦袋是有什麼洞嗎 所以這不是 這聽起來就非常的不合理 拜託你這是越描越黑好不好 根本就不叫解釋 你怎麼證明你是去非國賣珍奶 你到那邊 我老實講 我今天下午我就想到這個問題 我就去找了相關規定 菲律賓的零售業 因為他不管你去要賣珍奶也好 賣飲料也好 不好意思 這叫零售業 零售業只能百分之百 菲律賓人才能經營 所以 你的兒子我看他長得不像菲律賓人 他兒子應該不會有菲律賓 對啊 我看他也不是菲律賓國籍 那如果你要以外國人身分 去菲律賓創業 可以 不是不行 你要提出250萬美金的財力證明 換算台幣7700多塊 這麼多啊 那你現在都已經去買到 設備 原物料這些東西 表示你電影機要開了 對啊 表示你都申請過了 那表示說他也提出證明囉 財力證明拿出來看看 拿出來看 你一定在菲律賓那邊 有經過人家的財力驗證 拿出來看看 你有做過這件事嗎 如果沒有做過 請問一下 你憑什麼在那邊開店 還是你在菲國你也可以喬 你這麼厲害 可以喬到菲律賓去 你是要這樣告訴我嗎 還是你兒子是在那邊 是用人頭開店的 你講出一個讓大家聽得 懂得道理出來可以嗎 所以這個越描越黑 越扯越不清楚 我覺得真的不要在 在這邊再編故事 其實現在很多人 開始在懷疑什麼你知道 懷疑想到當年的 林錫山高鐵案 什麼叫林錫山高鐵案 就是當時林錫山 在收這個匯款的時候 他怎麼收呢 林錫山上車了 然後李寶神就背了 七百萬現金也上車了 然後他們兩個就坐在一起 然後假裝不認識 不認識之後 後來各式走開 也沒講話 可是林錫山就把包包帶走了 七百萬就這樣交付了 在高鐵上面 為什麼會被抓到 是因為人家早就懷疑他 所以全程監控他 把所有的過程全部都拍下來 他們沒有辦法抵賴只好承認 那現代問題來了 為什麼三百萬的現金 放在這個登機箱裡頭 登機箱還沒鎖 然後就丟在那邊 然後被人家撿到 真的是你忘記嗎 還是你放在那邊 那個人拿錯 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這個可以想像的空間 實在太大了 所以我必須說 唯一的最好的解釋 就是陳明文委員 你自己出來解釋 告訴我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然你越是這樣不出來 其實只會讓我們想的東西 越來越多 會讓大家越來越覺得說 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當然了解釋 我們看到陳明文夫妻 他們這個比錢的來源 到目前為止還是講不清楚 而且這兩夫妻 真的要動到這三百萬 看來他們現在根本 好像口袋裡面 現金沒有到這麼多 可是以目前來看 這個錢要鬥也鬥不攏 說是兒子要去 菲律賓投資做珍奶 可是看起來 現在放出來的資料 好像已經七十萬 就已經可以在菲律賓開店了 那看起來到現在這時候 難不成這筆錢 還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講 會比較好吧 人有人情理 賊有賊情理 人家說做賊就很明白 到底這什麼錢 當然沒人說得清楚 是你們有做過立法委員的 都知道要帶高梯來處理的那樣 我是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 沒人家 你那時候有隔壁 有啊 沒人家 沒人家 我也沒有那個機會 他飲食山也是在車頂 也是白人站起來 還有隔壁上車 也不一定隔壁下車 我就說了 嘉義沾 台北沾 這個是 這腳架到底是在台南高雄 上來的 還是在嘉義參與作業上來的 這個人 關起來這個人 是在台東下車 新竹下車 特洪下車 客家是 造飛來到台北下車 還沒跟我們說啊 所以這機關倉的城口 只有影像 現在什麼人 一機筆 那樣在肚子 影像平坡 四十八點鐘就查到了 對啊 比較有什麼查不到 你叫什麼人出來說話 都不好了 因為這已經 說一個八十歲 你就要找十的八十歲 來喊了 人家說阿倫比較多香 所以這個事情 最後就是什麼 探連儀隊 其實這沒有勞受的問題 因為政府 給孩子兩三百萬 他做那幾年立法委員 坦白說三百萬隊來說 不是大錢 因為這我們聽得有 但是必須要是清潔氣 這不可以在這裡 你不能把這個桌子 叫你孩子 等你這個孩子 等你出社會沒多久 就有一個誤點 你說去飛利賓 就不漂亮 你不如說準備要關香港 要支持香港的朋友 這聽起來更合理 當然 最近有聽到 國家外交有危機 你準備要叫你兒子 關去索羅門 跟我們這個外交有辦公的國交 要去為國家外交打拼 這剛才你是不是 這樣還比較漂亮 漂亮 對不對 對 這種東西你不是 你跟孩子說關於飛利賓 我跟你講 飛利賓 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有很多朋友在那裡 飛利賓也很多交通在那裡 很多祖母在那裡 很多 他的朋友開始有很多 在飛利賓我們也知道 所以這個東西 到了今天 你只有 我們是要求一個真相而已 不是要讓你加破檸檬 不是這樣 但是你越這樣消失就對了 你越讓台灣人跟你懷疑 蔡總統怎麼不贏 你看看蔡總統 為了你的事怎麼失電 拜託郭雄也出來說 如果沒有 新報新報就沒有事情 我說什麼新報 我們要出國 也不能賺那麼多錢 也有自己含這1萬塊美金而已 所以我會覺得 明文兄這事情堵住了 不過我生理會說堵住了 你應該本身出來 就來說 這塊卡網你在哪裡買 要解釋嗎 對 要解釋 什麼牌子 裡面到底在多少 當機時 當機 有人給我頂檔過 我本來是多少怎麼撥的 回去不是這樣撥的 都要說得清楚 因為他自己綁的話 他最清楚 是用像年屬的 還是抬起來 銀行的抓到我撥的 這麥克風不一樣 如果用像年屬的 如果不是半價錢 黑錢什麼錢 這很有可能 沒有人有時候收費錢 輕輕的 都有可能 合法的 非法的我們不知道 所以這只要 大家是因為那樣的鄉鄉 靠人300萬去放在隔壁 怎麼不賣光的 好 他們實在說 那車我沒有跟他坐著 鋼車實在是很完蛋的 但是惠玲 我們看到 現在300萬的疑雲 開始爆發出來的時候 但今天所有的媒體 都要找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陳明文了 可是我們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陳明文全家人都不見了 今天可是民進黨 最重要的宗職會 可是陳明文不在裡面 嘉義也找不到他的人 可是他的兒子 去領了錢回來的陳振廷 今天好像臉書疑似關閉 但台北市的副發言人陳冠廷 今天也請假了 全家人都不見 現在這個時候 錢是哪裡來的 好像又往哪去 完全都沒辦法做交代了 這個不只是他們一家人不見 這個事情如果真的只是說 給他的小兒子 去菲律賓投資開珍珠奶茶店 我們姑且稱之為珍珠門 因為現在到底是一個 什麼樣的情況 根本不清楚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看到 民進黨的大官 就非常盲目的 已經準備幫陳明文來背書 消毒了 這件事情我覺得 最奇怪的地方就是 比如說像這個 他說法務部長已經擔保說 他沒有違反洗錢防治法 既然沒有違反洗錢防治法 你就出來讓我們 接受訪問一下 會不會是 根本就不是這麼回事 會不會是 這個300萬是另有他用 所以現在要串 串什麼呢 既然是合法的提領 有好多張提款單 會不會現在在蒐集提款單 會不會有這種可能性 而且不只是他全家 所以湊齊300萬就沒有事了嗎 對 湊齊剛好是湊到300萬 300萬不一定要完整300萬 比如說我家本來就有10萬 對不對 我現在只要湊出280萬 290萬的這個提款單 不就沒事了嗎 對 那不只是他們家不見 今天我看PTT上 很多1450也不見 1450也失蹤了 對 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1450可能要集體的討論 要先加班改成2900 加班改成2900 價碼要提高了 選舉接近了 然後更巧更巧 就是在這個時候 就在這麼巧的時候 我們國慶大哥 就被告知起訴了 這個時間點會不會好巧 就在陳明文消失的時候 這個國慶大哥 就接到這個起訴 明明就知道 他可能是未來 陳明文強勁的對手 是不是在這個時候起訴 剛好可以轉移這件 受全國矚目珍珠門的焦點 我們在這裡要講 其實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這個案子 最後會像撕焉案一樣 它會消失於無形之間 為什麼我這樣講 我們看到撕焉案 本來不應該北檢辦的 對不對 發生地不在北檢 可是北檢稀里呼嚕 就把他搶過去辦 用一個非常荒謬的理由 說什麼其中有某一個人 他是住在台北的 就可以把整個案子 由北檢吃下來 吃下來以後 非常懂得上意 懂得迎合上意 希望這個案子 趕快辦出來止血 就稀里呼嚕的就辦完了 辦完以後 果然非常符合 蔡英文他們的期待 什麼樣的期待 通通是小咖在悲醉 買一條煙的罪最重了 可是當蔡系監委 把管中敏的這個報稅 20年的紀錄 非法洩漏給媒體 來鬥爭管中敏的時候 北檢有沒有動作 北檢沒有動作 北檢睡著了 北檢不知道在幹嘛 北檢只知道辦 蔡英文要他趕快辦出來案子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合理的懷疑 這件案子 陳明文的這件案子 最終會將在 所有的拼拼湊湊 然後這個 把他拼湊出來以後 就此結案 跟思菸案一模一樣 沒錯 就是政權不輪替 對不起 這些真相永遠不會浮現出來 政權即變輪替 證據也可能已經湮滅掉了 也查不下去了 也查不下去了 這不由得 不讓我們想到 記不記得那個時候蘇貞昌 他在2001年的時候 他說那個小偷的 偷緒的180萬 有100萬是媽媽給的紅包 有80萬是他競選零用金 等到去年選舉九合一的時候 這個說法又改變了 這個說法就變成180萬 都是他媽媽多年的積蓄 所以我覺得這幾百萬幾百萬 真的對民進黨來講 真的是小case 零用錢 不要忘記了 吳淑貞說多少錢 多少億的錢 都是在旅館用麻袋分給大家的 現在提升到變皮箱了 對已經提升了 品質升格變皮箱了